Hi everyone,我是Korea大學的 Happiness University 熊仁謙 我今天為你聊的主題是 休息吧,別想太多 想太多是一個人的天性 但是當我們想過多 而且並沒有用新的方式去思考 不停地用舊有的方式去思考的時候 這反而很容易給我們帶來很多的問題 這一種用舊有的方式去不停地思考 去沒有加入新的方式 這樣子的一個行為我們稱之為反除思考 反除思考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人很容易在放鬆或者說 空檔的時候坐在那兒 然後就一直想說 我昨天跟誰講了什麼話 如果我當初不這麼說就好了 如果我不那麼做就好了 我們都知道有錢難買早知道對吧 我們很容易覺得早知道我應該如何 如果我如何就好了 根據研究反除思考 是許多人得到憂鬱症的一個重要原因 對於過去已經不可追溯的事情 我們有很多很多的思考 最重要的問題是 我們是用反除的模式 反除是什麼意思? 代表同樣的食物 我們不停不停地在吃它 用同樣的方式來吃它 同樣的我們對於過去的事情 我們人類的天生這種悲觀的特性 加上反思這兩件事情 結合的時候 你可以得出它的結論就是 我們對於過去越來越悲觀 而當這樣的一個循環形成之後 我們就會養成一種悲觀的性格 這就是反除思考 根據研究要去治療 反除思考有很多方式 比如說要治療憂鬱症 有很多很多的方式 不論是透過藥物 或者說大腦的刺激 或者說一定模式的訓練等等 但是為什麼我們人會有反除思考呢? 當然回溯過去是我們的天性 可是反除思考又是建立在一個很重要的大腦的天性上面 這個天性叫做預設模式 這是一個專有名詞 學術界的專有名詞 什麼叫做預設模式呢? 當我們人靜下來不做事情的時候 你的大腦就會開始處在一種 雜念紛飛飄蕩 四處飄蕩的一個狀況 你不要以為你在放空的時候 你的大腦就在休息 並沒有 你的大腦其實就會不停地再去整理過去的資訊 你可能就會突然想到 我明天應該要去哪裡 我上一次要是怎麼樣就好了 你一定有這種 當下沒有重要事情 然後再放空 然後大腦就開始到處亂跑 像是無目的的這樣子 跑來跑去的一個 馬 或者是一頭路的這種狀況 這就叫做預設模式 根據研究 預設模式是我們大腦最耗能的一個行為 它會花掉我們大腦幾乎60%的精力 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 預設模式是反除思考的重要基礎 換句話說 如果我們能夠處理預設模式 我們就能夠很有效的減少反除思考對我們的影響 預設模式它之所以對我們影響這麼大 是因為它是在我們沒有意識到的情況之下 不停的消耗我們的腦力 這也是為什麼很多時候你會覺得你週六週日好好休息 明明沒有做什麼事 可是為什麼禮拜一卻這麼累 因為你的大腦一直處在預設模式 它並沒有真正的休息 好 我們既然知道反除思考源於預設模式 而預設模式的解決或者說降低 可以對反除思考產生正面影響 同時我們也知道預設模式是可以被治療 或者說是可以被訓練的 我們該怎麼訓練呢 現在在西方主要有兩種方式 一種是透過於大腦的刺激 第二種方式是透過於一個叫做正念的訓練 正念其實就是我在印度哲學中一再強調的專注力的訓練 到了西方我們被稱之為Mindfulness 也就是關注或者說警覺知道自己當下所在的地方所做的事情 這樣的訓練叫做正念 正念的訓練可以有效的解決我們的反除思考的問題 它可以讓我們大腦真正放鬆 因為它是讓我們活在當下而不是四處飄蕩 同時由於反除思考被解決了 所以前面提到的預設模式跟反除思考 甚至於它所衍生出來的這個憂鬱的狀況 也可以得到大規模程度的降低 用白話來說正念的訓練可以幫助你不要想太多 並且由於它的副作用可以強化我們的額葉的理性力量 所以它可以幫助你在以後想太多的同時 開闢一條新的道路而不是一再的反除 那麼正念要怎麼樣開始實踐呢? 這是我今天要與你推薦的一本書叫做最高修習法 雖然它的名字叫最高修習法 可是裡面其實用非常簡單的文字 甚至於我覺得做得很好的圖片 像你介紹我們的大腦分成幾個區塊 以及為什麼正念對我們有幫助 是一個非常好入口消化 沒有那麼厚也沒有那麼難度的一本書 但更重要的事情是 裡面所有談到的一切內容都有經過於科學的驗證 所以它已經不是只是我覺得有比較好這樣而已 而是它經過驗證告訴你為什麼會比較好 這本書還有附上一個光碟 是光宇先生錄這本書念誦的內容 那大家都知道光宇先生聲音非常好聽 我個人也很喜歡 讓你可以透過這本書輕鬆的認識正念 更加的掌握讓大腦休息的方法 而這樣的方式可以 第一讓我們不會一再的反除 一再的想太多 第二讓我們在以後想事情的時候 讓我們在思考事情的時候 可以有更有創意新鮮的方式 而不是在同樣一個舊的痛苦裡面打轉 記得這是一本好書 最高休息法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